S在誰? 0還有更號3之間 然後這個題目要求誰呢? 求A跟B 欸!這一題怎麼做? 哎呀! 來! 我要把它講完喔 來看完這邊 同學這個不等式啊 這一個傢伙 這一個傢伙 來!我把它寫到這裡喔 哈囉! 我整理一下 S的三次方 加上AX 再加B 再減掉52 小0對不對 看我這裡看我這裡 欸!同學看我這邊 這一個不等式喔 小於0 它的解出啊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 什麼事啊? 中生小什麼事? 因為沒事 媽媽每次都說沒事 中生小 然後這個叫G over X 欸! 我們來畫圖吧 我覺得這種題目 就隨便你愛怎麼做都可以啊 像有些同學 他會用還原的方式 你懂嗎? 欸!知道什麼叫還原 就是從這個題目的最後的答案 把它還原成這個不等式 看那個A跟B是誰也可以嘛 你如果用圖形來看也可以啊 來!同學你看我這邊 欸!三次欸! 他圖形最後是不是會往上 所以這個時候他圖形是長怎樣 這樣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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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你有看到嗎? 同學比根號3大這個叫什麼區? 這叫真號區 在0還有根號3之間這個叫負號區 這個是真號區 這個是負號區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他現在跟你說喔 你看嘛 他小於0的解是不是在負根號3的左邊 還有在0跟根號3的中間 這是不是他的負號區 是不是這樣子?對吧? 你如果用圖形來看啊 這個題目最容易解啦 你知道為什麼嗎? 請問你喔! 比根號3大帶進去會大於0 對不對? 在0跟根號3之間帶進去會讓他小於0 那我問你一些事情 如果你令X等於根號3帶進去 他會怎麼樣? 會等0啊!對不對? X等於0帶進去他會等多少? 0啊!解不等式就是解等式嘛 我們之前不是會先解出這個點嗎? 然後再開始去畫他的圖嗎?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來G of 0會等於多少? G of 0就是0啊!對吧? 你帶進去你就會發現V減掉52等於0 所以你的V就是多少?就是52啊! 對不對?他不是通過00這個點嗎?對吧? 如果你用圖形來看的話 那接下來如果帶根號3 G of 根號3帶進去也是0喔! 來!根號3帶進去3倍的根號3 然後加上A倍的根號3 V等於52嘛!所以這個東西會等於多少? 就等於0!就這樣!對不對? 所以馬上看出來請問你 你看A是多少?負3 其實講一句比較不好聽的 同學這種題目有什麼觀念? 你什麼觀念啊?你圖畫出來嗎? 或者你還原對不對? 你知道什麼叫還原嗎? 把這個東西還原成這個不等次 對吧?還原你懂嗎? 欸!我要示範一次嗎? 我有講過了喔!對不對? 你把這個東西還原成不等次 要把它指開比較係數 你也可以看出A跟B是誰? 也是結束啊!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圖形做 你也可以用還原的方式做嘛!都可以! 好!我想這堂課我們就先把這個考驗檢查完! 宏偉謝謝!謝謝!